好 那我们刚刚设定好那个Jumbo之后呢 那我们现在就是要把它放到小组里面来 让小组的主员可以在这个Jumbo上面讨论 那老师你也可以及时的看到这个小组的画面 原则上就是你如果分成 像我这边分成两组 那你就应该会有三个教室 一个是大教室 就是大家回到大教室讨论的地方 另外两个就是分组教室 所以我这边会有一个分组一跟分组二 那这个是很感谢胡奥祥老师有提供相对应的外挂 这很好用 但是如果Google的Meet有一些改版 也许就要再等胡老师的外挂的更新 好 那你如果没有这个外挂可不可以讨论 可以的 先讲可以的 只是你可能会比较听到各小组 老师你会听到各小组吵杂声音 因为你没有这个外挂就没有这个喇叭的按钮 可以把小组的那个讨论关掉 另外一个呢 你在做导学的时候 例如你要跟第二小组讲话的时候 他也许就会听到一点点小组一的讨论声音 因为他还是会从你的喇叭跑出来 好 但是这个是没有关系的 这个是无损老师你的这样的教训 只是你有了这个喇叭按钮之后 可以遣扫一些干扰会好一点 好 那我们怎么把小组一的Junbo叫出来呢 非常的简单 这是分组一 所以你就点一下这个活动 点了活动之后 这边就有个白板 点下白板 把它往下拉 拉之后这里我们就不要建立新白板 我们就要从云端硬碟中选取档案 因为我们事先已经根据小组要讨论的内容 做好了它的版面 所以要从这里选择 好 选择了之后呢 我们进来我们就要去找同步小组一小组二 看不到名称 所以我点这个 这是第一组的 视学同步的第一组的 那我就点它 不好意思哦 画面有点小 没关系我点它 好 所以我们看到这是第一组的 第一组之后你就按开启Jun 这样小组就可以从旁边的这个讨论区 就进来讨论 等一下呢 我们课堂实况的时候 你可以看一下我们实况的状况 好 那小组怎么讨论呢 小组只要再回到这个会议详细资料 讨论区这里 然后你把它往下拉一点点 或者我把它放大好了 你就可以看到我在会议室里面分享了一个Junbo 那小组呢就可以从这边点一下 就可以定到就可以到小组一的 第一组的Junbo讨论区 好 那我再做一遍第二组的给你们看 好 我现在把它缩小 好 把它缩到上角来 好 那这是第二组的 第二组的我还没有开哦 那我放大做一遍 我把第二组的放大 现在是分组二 好 我点上面这个活动 点完活动之后呢 这边有一个白板 那我就不是建立新白板了 我是从云端硬碟中选取档案 所以我选取 选取的时候呢 预设这样不好看 不好看到整个全面 我就按清单 好 这是第二组的时候 选第二组 好 开启Jun 这样第二组的Junbo就开启了 那第二组的Junbo开启了之后 那小组成员怎么进到第二组的Junbo呢 那很简单 他就点这个箭头 点了之后选这一个讨论 然后就可以点这个 就可以进到第二组的Junbo 那我习惯会再把它放下来 然后这个把它缩下来 所以呢上课的时候我就会类似像这样 其实我还会有另外一个荧幕 如果老师你有另外一个荧幕就更好了 那有另外一个荧幕的时候 你可以在荧幕上面呢 看看小组的讨论状况 然后跟关喇叭开喇叭这样声音 或者你在外接一个延伸桌面 然后你把讨论区放到另外一个桌面 然后大的讨论区在这里 这样也是一个很棒的选择 所以非常的简单 那接下来我们就是上课的实况 我会尝试的录一下上课实况给各位看 那如果我们有录成功的话呢 各位老师就可以看到 我们上课的时候呢 怎么做这样的这个单元的讨论 以上介绍 希望对老师你有帮助